我是北方人 可是跟香港有缘 我一直觉得香港是保地福地 可是我也有点相信人和事都有运输 香港人拜年就说 阳年行大运 今年是我的本命年 也像是香港的本命年 我觉得香港真是阳年行衰晚了 行衰运了 现在香港人跟内地人的关系 闹得这么样的不堪 让我觉得应该想想香港人 我1996年来的香港 到现在你问我 说香港人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人 我都说不明白 咱们不如看他们是怎么来的 我现在在香港临时租住的地方 叫戒线街 就在九龙堂附近戒线街 从我的窗前望出去 可以望见狮子山 你看香港最有名的一个励志的歌曲 全香港谁都会唱 叫狮子山下 我经常就是看到这个狮子山头的那个西照 狮子山下 戒线街 你看 我住这地儿 哈家那都是历史啊 为什么叫戒线街 当年是清政府把香港割让给英国的 南京条约先割让的港岛 香港岛 那个时候九龙还是咱们的 那么后来到了1860年 又有一个北京条约 这个北京条约又把南九龙 让给了英国 但是南九龙和北九龙还是清朝的 分界线在哪儿啊 就是界线街 这条街往南都归英国馆 往北的还是大清的管辖 所以我就在这么一个分界线上 当然到后来1898年 中英又签了一个什么拓宽戒指的 那么一个条约 就是到最后北九龙 就这九龙半岛 包括新界都归了英国馆 前两天我说附近有个公园 我去逛逛 我一进这公园啊 我发现这是一处古迹啊 你看看这个照片 老的这个城门 你看还有这个废墟 你注意这块 你看这个断碑多有味道 九龙寨城 九龙寨城的南门 是这个遗址啊 然后我进他这儿这个纪念馆 哎呦我看到原来这是这样的一块地方 就最早啊清朝在这儿有有衙门 有驻军架着大炮 跟这个港岛的这个英国那边叫维多利亚城啊 跟那儿那个隔海对峙来着 但是到后来呢你不是把这个整个九龙的新界都划给英国了吗 但是法律上这个名义上这个九龙城堡 这当年这个九龙城这个这座城池啊 还是属于大清帝国 所以你知道他但是他又被和祖国隔开了呀 他又是孤悬在这么一个英国控制的这个范围之内 所以这就是飞帝 这叫飞帝 他是大英大清帝国 在这儿的飞帝不归英国 就这一个城池 结果呢 到了第二年1899年 这英国找了个什么理由名义 说你这里边有驻军 所以就把那个清朝的那个官兵啊 赶驱逐从这城里驱逐 但你赶走了 这儿名义上也不算英国的 所以呢就变成了一个荒城 那一直到什么时候呢 日本占领了香港 日本人就把这个九龙城啊 九龙寨城啊 这个六道城墙拆了 拿这个砖呢 去盖那个启德机场 就是香港的那个老机场 好 那么当时这个地方的这个废墟 一下子建起了好几个楼 那种个十层高的那个公寓楼 这个楼啊 也就像是城墙 又围出了一个城堡 什么人呢 大批的无业游民 二战之后无家可归的人 好家伙 哎 没没地儿去的 人都到这里来了 就聚居在这里 然后呢 这儿是什么呢 三不管 英国政府不管 香港政府不管 中国政府也不管 住在这儿的人呢 99%的人 没有门牌号码 没有邮政编码 啊 然后你进去之后 这家伙这个伪装建筑 他他既然没一张 也谈不到什么伪装 就是私建的这个 哎呦 那叫秘密层层 叠床 假屋 这个楼盖的呀 你可以看看到最后形成的这个 俯视 俯视图 有个香港人就是说啊 就说 350座楼挤在一块 你看这模样 就像一个月饼 中间给掏了个窟窿 就这么一个密集的地方 而且 他密集到一个什么程度呢 98%的地方啊 暗无天日 白天里边都得点灯 里边就是黑暗的 全挡住了这个阳光 然后呢 港英政府不给这供电 不给这供电 这儿的这个贫民怎么着呢 就 偷接电线 接到那个路灯 偷那个路灯的电 所以也经常停电 然后呢 全城只有8条公用水管 这8条公用水管 谁控制着呢 黑社会控制着 黑社会控制着 所以你要用水 你得交这个水费啊 所以你看这个照片 我在里边拍到这照片 这哥们你看这用水的 哎 你想到没有 想到周星驰拍的功夫 那个电影里有个叫 猪龙城寨 里边一开头 有个小子在这儿洗头 不是老板娘 不是这个房东啊 给他把水停了 然后吵起来 打起来 你记得没有 这就是 你看连这个人都像那个演员 这就是周星驰 他的九龙 债城的情节 这是香港人 记忆当中的一部分 哎呦 这里边 你想 不用交税 没有什么地税 没有什么物业税 最便宜的饮食 最便宜的房屋 房屋交易也非常简单 哎 这个 一下就 你就住了 然后呢 这里边 机院 鸦片烟馆 赌场 这个赛狗 这个大 这个大狗厂 斗狗厂 什么的 哎呦 还有这个地下工厂 家庭作坊 做鱼蛋的 做猪血的 还有那个 五排牙医最有名 五排牙医 一条街 然后你看很多香港人的童年 你就他们就在楼顶上 这么玩 这就香港人不灭的历史记忆 就是那个老机场 启德机场的飞机啊 压着他们楼顶的电视天线 就这个呼啸而过 就是这么样一个地方 城里这个是污水横流 然后呢 几万人 只有两个公共厕所 一个男的 一个女的 那都是屎坑 然后呢 经常厕所门口就有那个 死了的尸体 有男有女 光着身子 吸毒就得吸毒死的 曾经有一度全香港啊 90%的海洛因 都是从这个九龙寨城输出的 那死了的那个女的 为什么光着 你死了 衣服就被人扒走了 有那金牙的 那个金牙就给你 撬走了 它是这么样的一个 一个地方 曾经港英政府说 我要清理 1947年曾经试图啊 进去 清理这个九龙寨城 因为当时这儿不但是犯罪率高 而且 两岸三地 甚至是远到东南亚 那些犯了罪的 被通缉的 哎呦 你都犯了罪 那个英国那个警察 港英警察 追 他只要跑进这个九龙寨城 警察就不进去了 就在地方 就你说他这个三角九流 什么人都有 都在这里边 好 1947年 1947年港英政府说 要清理 但是一清理呢 中华民国都提抗议 说这个名义上啊 这块地方是中国的这个飞地 所以那边广州的爆发反应示威 然后在里边的这个这个九龙寨城的这个居民呢 自发组织起来抗英 就是说抵抗他们进城清理 那么他们这个里边的秩序是谁维护呢 黑社会 街坊会 这个宗教团体 还有什么志愿者团体 哎 他们维持着这个秩序 你还别以为这里是好像是这个罪恶温床 他的另一方面呢 也是有人间温情 因为呢 到了吴政府的这种状态啊 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啊 往往就靠着人最本的这种 哎 良心 情意的帮派之间 那就是道义 他靠着这个 就像中国这个过去的这种 熟人社会 就是中国乡村的社会秩序是靠什么 熟人社会 彼此之间的这种互相信任 互相帮助 你像他这个街坊会 曾经哎 自己发动过 咱们到外边请几千个清洁工来 给我们这清扫垃圾 这个打扫卫生 哎 他能够有这样的这个管理的能力 我的朋友马家辉 他都记得 有个回忆 他说小时候 他爸领他到九龙寨城吃饭 好家伙 他记得的就是那个黑暗的 就黑的 就黑暗的 但是呢 污水到处流啊 可是呢 在他这个童年记忆里啊 他听的啊 就是流水潺潺 像这个滴滴答答 成了一个像音乐一样好听 他有这么一个很奇怪的印象 到处都在漏水 滴滴答答 到处都在漏水 这个自己架设的这个水管 自己架设的这个电线 那就是这个有密密麻麻呀 就是这样的一个环境 所以说很多动漫 很多这个漫画 甚至好莱坞电影里都有这个九龙寨城 到最后 我才知道原来这个九龙寨城 它是全世界最具有传奇色彩的贫民窟 而且到最后 这个里边是两万六千多平方米的面积 这块地方两万六千多平方米住了五万人口 平均一个人四平方米 是全世界人口密度最高的这么一个地儿 而且这个历史之绵延到什么时候 你看到了这个1993年 那个时候中国已经决定收回香港了 就是中英之间协议要清理这块地方 好1993年 当时的这个港英政府出动五千警力 扣押了上万人 才完成了这个九龙寨城的清差 而且有居民就在这个清差当中自杀 殉了成了 他们觉得离开这个九龙寨城 他就无路可走了 自杀的人当中有一个老妓女 这个老妓女六岁就进了九龙寨城 一直在这里 她做这个皮肉生涯 做到60岁 老妓女最后看着九龙寨城要完了 她也不活了 有这样的一段历史 你再看我还录下来纪念馆里的一点 这是香港人生活记忆当中的一部分 这个老大妈就听着电台 对着狮子山 他们也能看见狮子山 就像我这个视角 再唱狮子山下 人生忽免崎嶇 难以绝无话虑 人生忽免崎嶇 在狮子山下车 那相遇上 总算是欢笑堕于喜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